你好 這個短片我要教你怎麼樣可以快速建立每個月1500美金到以往美金的重複自動收入 那你應該有發現這個世界上絕大部分的人 他們都沒有重複自動收入 所以當你學會這個今天這個短片教的東西 然後你也開始建立你的重複自動收入的話 你就會變成這個世界上少數擁有重複自動收入的人之一 那這個短片你會學到五個打造重複自動收入系統 我的最重要的一個最重要的核心秘訣 然後呢我也會跟你分享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叫Parable of the pipeline 就是管道的故事 然後你也會學到怎麼樣可以建立每個月1500美金 5000美金還有10000美金的重複自動收入的方法 那我們現在先來跟你講一下這個很重要的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其實蠻有名的 所以蠻多人聽過 你也許已經聽過 那如果因為有些也沒有聽過 所以我很快的講一下 那基本上呢就是有一個村莊 然後這個村莊的地下水突然沒了 所以這個村莊需要水嘛 所以這個村莊的人跟這個村長 就跟大家說如果有人可以到另外一個山頭 去把水打回這個村莊的話 那他們就可以得到相當的報酬 那所以呢就有兩個年輕人 一個是Paul一個是Peter 他們兩個就開始每天拿著水桶 到另外一個村莊去把水打回 打回他們的村莊 那每天他們打多少水就可以得到多少這個報酬多少錢 那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人呢 Peter 他在打了一段時間 打水打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他就覺得說 每天這樣子拿著水桶這樣子跑來跑去 兩個山頭這樣子很辛苦的來回跑 其實很累嘛 那他也覺得說這也不是很長久的方法 所以他就跟Paul說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建造一個水管 就是花一些時間建造一個水管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以後就可以 每天就會有這個水自動從另外一個山頭 流到這個村莊裡面來 那這個Paul呢 他就覺得說 要去花時間去打造這個水管 可能不知道花幾個月 那這幾個月的時間 他可能會每天少賺不少錢 對不對 所以Paul他就堅決說 他要繼續的每天 就是來回的拿著水桶打水 那Peter呢 他就開始每天 會花差不多一半或者四分之三的時間 他還是會花一些時間打水 拿著水桶打水 但是 他會把一半的時間 花在這個建築這個水管上 OK 那結果 一段時間之後 Peter把這個水管建好了 這個時候 Paul因為每天拿著這個水桶打水 他的身體已經不行了嘛 對不對 因為每天做這種勞力的工作 他身體也是很快就 很快就開始駝背啦 然後身體已經快不行了 但是這個時候 Peter已經有這個水管 結果 這個水管建好之後 Peter每天不需要 不需要再拿著水桶 很辛苦的打水 就每天都會有這個水 自動的流到這個村莊 那因為這個水管是他建造的 所以 這個每天的這些水呢 就 一直不斷的流到這個村莊 他都 就變成是他的一個 自動的一個收入 OK 那村民就要 不斷的付他錢 然後他可以 不用再辛苦的工作 也可以每天會有自動的收入 OK 那這個故事呢 其實就是告訴你 在這個世界上呢 有很少一部分的人 幾個%的人 他們 是在這個社會上 是比較有錢的這一群人 那這一群人呢 他們通常就是 跟其他 其他90幾個%的人 比較不一樣 最大不同 就是他們 有一個系統 可以幫他們自動的賺錢 那在這個世界上 擁有一個 可以幫你自動賺錢 系統的人 是占非常少數 大概只有幾個% OK 但是 這幾個%的人 都是全世界一些 最有錢的人 OK 那 所以呢 這個管道故事 就告訴我們 擁有一個 可以幫你 賺錢 可以幫你自動賺錢 的一個系統 它的重要性 OK 但是 為什麼 這個世界上 絕大部分的人 都沒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沒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可以幫你自動賺錢 的一個系統 那 那 是因為這個世界上 絕大部分的人 跟Paul一樣 他首先 有一些人 他們不知道怎麼樣去 打造這樣子的系統 那 有一些人呢 他們是不願意 去花時間 跟精力 打造這樣子的系統 他們寧可每天上班 八個小時 然後可以領八個小時的薪水 OK 他們也不願意去花這個 去冒這個風險 因為 有一些 當然 你如果去 要去打造一個系統 也許會失敗嘛 對不對 也許你花了幾年的時間 然後甚至 甚至砸了錢 結果失敗 那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們就要告訴你 怎麼樣可以 立刻擁有一個 像這樣子的可以 自動幫你賺錢 自動每天幫你賺錢的 這樣子一個系統 OK 那 首先我先很快的自我介紹 我是 這是我 這是我照片 我叫 Ethan Tony Chen 那 我很快的給你看我的 這個 我很快的給你看我的 Facebook 這是我的Facebook 我最後也會給你我的Facebook 我們可以當朋友 我希望我們可以變成 一輩子的朋友 那如果說你去看我的Facebook 你會看到在我的Facebook的這個 相片這邊 有很多相簿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我過去 過去幾年的一些相簿 我有很多很多相簿 幾萬張照片 那你如果去看我的Facebook的這些照片 這些相簿 你會發現 我基本上已經 完遍全世界 你如果有興趣可以慢慢去看 我照片很多 我沒有辦法在這裡 慢慢給你看 你可以 你可以自己慢慢去看 那如果你去看我的Facebook 你也會看到 我有很多相簿 是我在全球投資的一些房產 餐廳酒吧的一些照片 所以我不但過去幾年 完遍全世界 而且我在全球投資了不少 做了不少投資 房產餐廳酒吧 那為什麼 我有辦法 像這樣子 常常 起床 突然要去那裡玩 就去那裡玩 然後常常在全球 做各種投資 那 我可以 我等一下可以跟你講 我是怎麼做的 今天這個短片 我就是要跟你講 我是怎麼做的 我現在 再很快給你看一個 一個 有一天我心血來潮 把我那一天 賺了錢的 嗯 賺了錢 把它領出來現金 然後 錄了一個短片 那 這個是 我的其中的一個 818帳號 一天賺的錢 818是有 是很 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平台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 賺錢的一些項目 還有一些方法 去到 所以 我常常一天 可以至少賺幾萬元金 其中一個帳號 那 你也可以 你可以去這個吧 OK 所以這個是我有一天 突然心血來潮 就把我那一天 賺的錢 把它領出現金 錄了一個短片 那 我再很快給你看一下 我的 我的一個 收入 我的一個收入 自動收入平台 幫我賺的錢 如果你去這個818 這個是我等一下就會 介紹的一個平台 這是一個 可以每天幫我 自動賺錢的一個平台 那我現在先很快給你看 我在818的一個帳號 那 在818這邊呢 你如果有帳號 你可以登入 那登入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去這個 我的帳戶 那在這個 我的帳戶 在我的帳戶裡面呢 你會看到這邊 有很多功能 這些功能都是 設計來幫助我 幫助你 也可以幫助你 每天在網上賺錢 自動賺錢的一些功能 那你如果到這個 818後台呢 你會看到這邊 有這個 經營夥伴永續分紅 OK 那這個 經營夥伴永續分紅呢 這個也是 其中的 我的其中的 一筆 自動收入 每個月 我都會自動 在這邊會有這個 自動的分紅 然後你如果看這個 獎金報表 你也會看到 在這個帳號後台 有非常多種不同的收入 有名單收入啦 自動 自動成交 推廣收入啦 還有 檸檬夥伴獎金啦 還有 有點擊獎金廣告收入 那譬如說 像我的這個名單收入 跟自動成交收入 光是這一個帳號 就已經有幾百萬美金 在這邊已經有幾百萬美金 那 這些錢 可以打進去你的 PayPal支付寶 OK 那在這個 818這邊呢 除了可以賺到這個 經營夥伴永續分紅 還有各種不同的收入 還有這個 眾籌收益 眾籌收益 眾籌收益的話 也是一個自動收入的一種 然後還有 Add Funnel收益 所以你就會發現 在這個平台裡面呢 我可以賺到各種各樣的 不同的自動收入 OK 那 我等一下就會很快的教你 我到底都是怎麼樣 建立這些自動收入 OK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在 我每天 我每天常常就可以 透過這些不同的渠道 每天常常會賺個幾萬美金 那是因為我已經在網上 已經賺了十幾年的錢嘛 那這幾萬美金呢 有一大部分 都是自動的 然後 怎麼樣可以變成自動呢 就是因為我有一套 這個 可以幫我自動賺錢的一套系統 這個自動成交系統 就是我剛才示範給你看的 這個 這個818 這個就是一個 自動收入 自動成交系統 OK 那 等一下呢 我就要告訴你 你怎麼樣也可以擁有一套 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可以像我一樣 擁有一套 這樣子的系統 可以每天幫你賺錢 OK 所以 我之所以有辦法 在 過去這幾年 常常全世界到處玩啊 然後 投資各種餐廳酒吧 然後 投資各種房產 就是跟我這個 擁有一個這樣子有辦法 每天幫我自動賺錢的一套 一個平台 一套系統 有很大的關係 那我除了有這個 818的這個 每天可以幫我自動賺錢的系統之外 我還有這種 自動可以幫我賺錢的 呃 這個傳媒 傳媒呢 非常重要 OK 你如果想在網上賺錢的話 你一定要有 流量跟名單 OK 那你如果也跟我一樣 擁有一個像這樣子的 有辦法幫你吸引大量的流量 名單 然後變成客戶 然後對這些名單流量 自動成交 幫你自動賺錢的一個傳媒 你也可以 像我一樣 就是可以每天多賺一點錢 OK 所以 呃 我之所以有辦法 就是 玩遍全世界 然後 全世界到處 做這些投資 呃 還有每天常常賺幾萬美金 跟我的這個自動收入系統 是有很大關係的 OK 有直接的關係 OK 所以呢 呃 所以我可以深深的 我深深的感受到 就是擁有一套 這樣子 有辦法幫你自動賺錢的系統 是多麼的重要 OK 好 那我現在要來跟你講 你要怎麼樣可以跟我一樣 擁有一套這樣子 可以幫你每天自動 呃 建立你的自動收入的一個系統 然後 我要跟你分享五個 建立 呃 重複自動收入系統的五個 最重要的核心秘訣 OK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講第一個秘訣 第一個秘訣 第一個秘訣 自動成交系統 OK 那 我剛才跟你 分享的這個818呢 這個是一個自動成交系統 那什麼是自動成交系統呢 如果說 你看我的這個818帳號 你會發現在我的後台呢 有這個聯盟夥伴 還有這個名單管理 OK 那 我很快的給你看一下我的名單管理 在這個聯盟夥伴 還有這個推廣名單 OK 好 那在我的這個帳號裡面呢 你會看到這邊有很多的名單 在我這帳號裡面有幾百萬筆名單 OK 那這幾百萬筆名單我當然是不應該公開 因為這個是有保密的問題 所以 那 你如果 你如果 可以看我的這個帳號所有名單 有好幾百萬筆 這個是我過去十幾年 透過這個帳號 收集的 那 這些名單呢 就是透過這個818 818是一個 是一個 非常強大的一個 可以幫你快速收集名單的一個平台 那我等一下會告訴你 你怎麼樣可以擁有一個跟我一模一樣的這樣子一個平台 可以幫你收集大量的名單 那當你有了這些名單之後呢 818會每天自動的對這些名單做成交 OK 他會透過不管是手機簡訊 或者透過手機的這個app的信息 或者透過email 或者透過其他的方法 每天會對這些名單自動做成交 所以 擁有一個像這樣子這麼強大的一個自動成交系統 就可以讓你 就是跟我一樣 可以每天可以有自動的收入 OK 所以這是第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秘訣 自動成交系統 那818的自動成交的功能很多 我今天這個短片就不花那麼多時間去一個一個解釋介紹 否則會講很久 因為818是我們花了非常多年設計打造 功能很多 功能非常強大 OK 那你只需要知道呢 如果你也擁有一個像這樣子一個這麼強大的一個平台 一個系統 可以每天幫你一直自動賺錢 自動成交的話 你賺錢就會自動很多快很多 OK 那第二個 剛才我不是有介紹這個Media8傳媒嗎 這個Media8傳媒也是我花了不少時間 不少錢打造的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傳媒 那這個Media8傳媒呢 裡面有非常大量的文章跟內容 好幾百萬筆文章還有影片大量的內容 OK 而且每天會增加大概幾百篇新的文章 每天增加至少幾百篇新的文章 那這些文章跟內容呢 還有會員呢 他們就會每天幫我吸引來大量的這個流量跟名單 那這些名單呢 就會被Media8跟818自動的做成交 OK 我很快的示範一下怎麼樣可以自動的做成交 當任何一個人打開我的這個Media8的一個傳媒的文章 當任何一個人打開我的Media8傳媒的文章呢 這個系統就會自動的跳出一個視窗 說服他註冊成為我們Media8或者818的 註冊成為我的Media8或者818的會員 OK 那當他註冊成為會員之後呢 接下來 接下來呢 這個818跟Media8就會開始對他做自動的成交 做一輩子的自動成交 OK 這只是其中的一個自動成交功能 OK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我的這個818跟這個Media8傳媒呢 是 非常特別 在其他地方你可能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子的平台 那 他有很很強大的各種自動成交的功能 OK 那等一下我就會跟你講 你要怎麼樣可以立刻擁有 跟我一模一樣強大的 這樣子的兩個自動成交平台 OK 那有了這個自動成交系統跟自動成交傳媒之後呢 你還需要有一些可以幫你重複自動賺錢的一些項目 OK 那什麼樣的項目可以幫你重複自動賺錢 我很快的示範給你看一下 這個是我的其中的一個可以幫我重複自動賺錢的一個項目 這個是一個米歇爾葡萄酒俱樂部 OK 那 米歇爾葡萄酒俱樂部的會員呢 每個月自動的付100美金 我們這個系統呢 會從他的 信用卡或者是PayPal 自動的每個月扣100美金 那每個月呢 我們就會挑選1到3瓶 就是米歇爾餐廳等級的葡萄酒 自動的寄給他 所以 有很多的人呢 他們很喜歡喝好的紅酒 好的紅酒葡萄酒 OK 所以呢 他們就 他們如果加入這個會員呢 他們就什麼事也不用做 每個月自動的會有1到3瓶 非常棒的這個 米歇爾等級的葡萄酒寄到他家 OK 所以 這一個項目就特別受歡迎 我們現在會員一大堆嘛 所以每個月呢 自動的就會有一堆人 自動的付錢嘛 OK 所以這是一個 這是我的其中的一個 每個月自動可以幫我賺錢的一個項目 OK 那我再給你看另外一個好了 我有非常非常多像這樣子 每個月或者是 每幾個月 可以自動的幫我賺錢的項目 OK 我再給你看另外一個項目 這個是八化韓國館 八化韓國館呢 參加八化韓國館的會員 有很多好的 有很多這個權益嘛 他也可以免費學韓文 也可以用非常非常優惠 非常比市場 市場價低很多的價錢 去韓國旅遊 然後也可以用比韓國市面價更便宜的價錢 買到韓國一些最好的商品 OK 然後他也可以透過韓國的商機賺 賺各種錢 所以成為八化韓國館的會員 就有很多好處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這個八化韓國館的會員 我們是一年收費100美金 或者3000美金 有兩個等級 OK 那現在也是有一大堆的人 變成這個八化韓國館的會員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可以幫我 重複自動賺錢的一個項目 OK 那我在最後我再給你看一個 像這樣子可以幫我 重複自動賺錢的項目 很多很多 我已經過去這幾年做了很多很多 我現在隨便挑幾個給你看 OK 這個是我另外一個 可以幫我每個月 重複自動賺錢的一個項目 那這個項目呢 這邊有一個短片 OK 不要 好 OK 這十個的一個配票 那 這個帳號每個月 大概會賺了幾萬美金進來 那我現在可以看這些錢怎麼賺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些錢都是怎麼賺的 這個帳號每天都會有一些 一些人會先進來 然後你會看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項目嘛 那這個項目呢 我這邊有一個短片介紹 我現在就不放這個短片 這個短片基本上就是 介紹這個項目 嗯 多好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很多人看了這個項目 看了這個短片之後呢 他們就加入 那他們加入進來之後呢 他們有 有選擇嘛 有 譬如說 嗯 一個月付30塊美金啊 或者一年付300美金啊 那目前呢 已經有5000多個人 每個月付30塊美金 加入這個項目 過去幾年已經有5000多個人 那你就自己算算看 5000多乘以30是多少錢 對不對 所以我每個月 就算我什麼事也不用做 就有幾千個人 每個月固定的付我一筆錢 OK 所以呢 我現在基本上就是 完全不用 就算我完全不做什麼事 每個月也會收到一大筆錢 OK 那這個也是我過去幾年 打造的其中的一個 重複自動收入的一個 一個項目 OK 所以呢 你如果也想建立你 跟我一樣的一個 重複自動收入的一個系統 每個月可能收個幾千幾萬美金 那首先呢 你最好擁有一套 可以幫你自動賺錢的一套系統 那你最好也擁有一個 可以幫你自動吸引流量 吸引名單的一個 自動成交的傳媒 然後你最好也擁有一些 可以幫你自動賺錢的一些項目 就像我剛才示範的 那第四呢 你最好擁有大量的這個 名單啊 聯盟夥伴啊 然後這些名單 聯盟夥伴 最好會變成是你的客戶 每個月會自動付你錢的客戶 就像剛才我示範的 有大量的會員 這個包 參加這個包含國館 還有參加這個 每個月付30塊美金 還有像這個 一大堆人參加這個 米西亞葡萄酒俱樂部 每個月付100美金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如果也跟我一樣 擁有一大批人 每個月或者每年 固定的會付你一筆錢 那你是不是也 也 也會有一個 重複自動收入 是不是很棒 對不對 OK 所以這個是第四點 那第五個呢 如果你也想擁有 重複自動收入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是非常非常棒的 OK 那這個方法呢 我把它放大一點 這個方法就是這個 App Funnel 那什麼是App Funnel呢 很多人 他們想在網上賺錢 但是他們就是 就是不會 就是不知道怎麼在網上賺錢 他們說 我也不知道去哪裡找人 我也不知道 我的Facebook也沒什麼朋友 我也不知道在網上要把東西賣給誰 就什麼都不知道 OK 所以呢 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在網上就是賺不到什麼錢 OK 那 我跟我的公司 我的團隊 我們為了要幫助這些就是不懂的怎麼在網上做營銷的人 也有辦法賺很多錢 我們就設計打造了這個App Funnel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模式 OK 那App Funnel這個模式怎麼做呢 很簡單 第一個步驟 我們會去 呃 廣告投放 OK 譬如說啦 像今年 我們 呃 每一個月 都大概是花兩三萬美金 三四萬美金 投入廣告到Google啦 Facebook 那這三四萬美金 當然就會引導來大量的這個流量嘛 對不對 那這些 投放廣告引導來流量呢 我們就把他們引導到 我們 這個 一些自動成交流程 那什麼是自動成交流程呢 在818上面有非常多的自動成交流程 OK 在網上 你如果要有辦法自動的賺錢 你就要有一些自動成交流程 那你如果到818你就會發現有一些 呃 很強大的自動成交流程 譬如說像這樣子 OK 那 很多人看到這樣子的頁面呢 他們就會有興趣看這個短片 但是 他如果沒有填他的名單 就不能看這個短片 所以很多人為了要看這個短片 就會去填他的名單 那他填完名單 就會看到這個短片 這個短片 是有成交威力的 所以很多人看完這個短片之後呢 就會立刻購買 我們這個短片介紹的產品 那就算沒有立刻購買的話 因為他已經填了名單 所以 818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自動成交平台 有辦法 持續不斷的 對他做一輩子的追授 自動追授 OK 所以不管怎麼樣 只要我們幫你操作這個App Funnel 你就算完全不懂什麼Facebook 微信 你就算微信Facebook一個朋友也沒有 就算你完全不懂得做營銷 我們也有辦法幫你賺錢 因為 我們已經在網上做這些東西 做了十幾年 我跟我的團隊 所以 我們是 這個領域的 專家 OK 所以呢 如果說 我們來幫你操作這個App Funnel 就等於說 整個賺錢的流程 都是由我們來幫你操作 你等於就是聘用了一個專業團隊 來幫你做所有的事情 然後 然後賺的錢的話 我們就是對分 OK 如果你參與這個App Funnel 賺的錢 我們會把賺的錢跟你分一半 OK 所以呢 如果你想擁有重複自動收入的話 基本上 我可以跟你講 今天跟你分享這五個 這五個重點 這五個重點 很重要嘛 你如果有這五個東西的話 你也可以開始 每個月都會有重複自動收入 你可以 嗯 就算你不做事 每個月都會有錢 OK 那 有很多人呢 他們 因為 沒有了解到重複自動收入的 重要性 像這個Paul 他每天拿著水桶打水 就像全世界很多人 每天上班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的身體突然不行了 怎麼辦 你如果沒有建立重複自動收入 你的身體如果有一天不行了 你沒辦法再工作 沒辦法再上班的話 那怎麼辦 就沒有收入了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建立重複自動收入 非常非常重要 不但對你自己重要 對你的家人也很重要 對不對 這樣子 你的家人才不會 你跟你的家人才不會說 有擔心說 哪一天你突然 身體 身體 不能工作 還怎麼樣 對不對 因為每個人都會老 OK 每個人一定身體都會越來越差 這是一定的 對不對 OK 好 那 所以呢 怎麼樣可以讓你自己快速的打造起一個 像我這樣子 可以幫你每天自動成交的一套平台系統 然後有一堆項目 然後還有一大堆自動可以每個月付你錢的客戶 OK 然後或者是還有這個App Funnel 由我們 我跟我的團隊來幫你操作所有的事情 然後賺的錢可以分給你 OK 那怎麼樣可以開始 擁有著這樣子的 非常強大很完整的一套重複自動收入系統 嗯 我們為了要幫助更多人 更快的擁有這個重複自動收入系統 我就花了不少時間 就打造了一個這個互聯網 互聯網加重複自動收入系統 這個項目 OK 那在這個818這邊 你也會找到一個互聯網加重複自動收入系統 那基本上呢 這個這個項目 這個方案 就是要幫助你快速的打造 你每個月的重複自動收入 那這個互聯網加重複自動收入系統呢 我們會給你一套 可以幫你自動每天自動賺錢的一個 一個 呃 就像這樣子 我示範給你看 OK 所以呢 你會發現呢 這個域名 跟這個 這個域名 Barnet.co 對不對 還有譬如說像這樣子 好 你會發現呢 呃 這個域名 web.co 還有 Barnet.co 然後這個 呃 這個 logo也不一樣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呃 首先呢 你如果加入這個互聯網加重複自動收入系統 我跟我的團隊會送你一套 像這樣子 類似像這樣子 有辦法每天幫你自動賺錢的一套系統 那這套系統功能非常多非常強大 那這個是我們花了很多年設計打造的 那我們就給你一套 你如果自己要去打造一個像這樣子 這麼強大的一個自動成交系統 你可能會花一兩年 你可能要請好幾個工程師 你可能要 像我自己是花了一大筆錢 我花了很多年 然後請了一大筆工程師 呃 然後花了很多年 ok 那所以你如果要自己打造一套這樣子的系統 你也會 你也會花很久的時間 然後花一大筆錢 那你如果加入這個互聯網加重複自動收入系統 我們立刻給你一套 跟我 跟我的 一模一樣強大的一套系統 ok 我有的功能 我有的功能你全部都有 ok 然後第二個 你如果加入這個互聯網加重複自動收入系統 我也會送你一套 像這樣子有辦法幫你自動的成交 自動賺錢的一個傳媒平台 ok 那擁有一個這樣子自動成交傳媒平台 它會幫你做很多事情 它會幫你吸引流量 然後吸引名單 然後自動的把這些名單轉換成你的客戶 ok 所以呢 你也會擁有一個跟我一樣強大 像Media 8一樣強大的這樣子一個自動成交的一個傳媒平台 這個都是你會有的 那光是這兩個東西 你如果要自己花錢打造 你可能要花幾十萬美金 像我是花了幾百萬美金 花了很多年 ok 那第三個 我們也會協助你擁有 擁有一堆 有辦法幫你自動 自動成交 自動收入的項目 就像我剛才示範給你看的這些 有辦法幫你每個月自動賺錢的這些項目 ok 那 或者 你也可以使用 我們現成的 隨便你 你如果想要打造你自己的 我跟我的團隊會協助你打造 那你如果想要立刻使用 我們現成一大堆 可以立刻每個月幫你創造自動重複收入這些 這些項目 我也會教你怎麼怎麼 利用他們每個月幫你賺錢 ok 所以 這些你全部都會得到 那第四個呢 你也需要一批 每個月自動會付你錢的客戶嘛 對不對 那 怎麼樣可以擁有一批 每個月自動付你錢的客戶呢 當你擁有像這樣自動成交系統 還有自動成交傳媒之後 你就會發現 要擁有一批每個月自動付你錢的客戶 就變得簡單很多 ok 尤其是當我們幫你設計好 一些 成交力非常強大 黏著力非常強大的這些自動收入 額目的話 你就會發現 要吸引一批每個月付你錢的客戶 就會變得很簡單 ok 那當然我們也會幫你 ok 好 那 第五個 如果說你就是 呃 什麼都不想做 你就是希望說 由我們來幫你操作 也是可以 我們的 App Funnel 就像我剛才解釋的這一個 這一個流程 就是完全由我們幫你操作 ok 這些你都不用擔心 ok 如果說 有這個App Funnel的話 就是完全由我們來幫你操作 然後我們會去不同的地方 去這個 嗯 吸引 吸引流量跟客戶 從Google Facebook去很多地方 吸引流量跟客戶 就是完全由我們幫你操作 ok 那所以呢 這個互聯網加重複自動收入系統 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特別的一個方案 這個方案就是要幫助更多的人 大批的人 呃 快速的打造起 他們每個月重複自動的這個收入 ok 那這個互聯網加這個重複自動收入系統 有三個不同的方案 一個是一般速度方案 一個是倍速方案 一個是急速方案 ok 那這三個不同的方案 你都可以每個月付 或者是每年付 ok 那你如果加入這個一般速度方案呢 我跟我的團隊 我們就會透過剛才這些 透過幫你 就是給你剛才這些服務 來 幫你 達到每個月 差不多是1500美金的重複自動收入 這個收入是每個月都會有 而且是自動的 ok 所以 如果你加入這個一般速度方案 我們 我們會在短時間 差不多幾個月 幫你建立起每個月 你會有1500美金的重複自動收入 ok 那你可以選擇 每個月付或者是每年付 每年付你就可以省掉兩個月 每年付只要300美金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建議你每 就是一年一年付會比較好 你就可以省掉不少錢 ok 而且你也不會說 有一些人每個月付 有時候忘了付 那你的收入會 會暫停嘛 對不對 你如果 你如果每個月付 如果你剛好 忘了付幾個月 那你的收入也會受到影響 ok 好 那你如果加入這個倍數方案 這個倍數方案是每個月100美金 或者是一年1000美金 那你如果加入這個倍數方案 我跟我的團隊 會給你剛才的這些東西 然後 我們會幫你建立起每個月 差不多是5000美金的重複自動收入 ok 所以你會很快的開始擁有 每個月就算你不做事 也會有重複自動收入 那怎麼樣擁有 就是我剛才解釋的嘛 對不對 就是透過這些方法 ok 好 那你如果加入這個急速方案 急速方案是每個月300美金 一年3000美金 那你如果加入急速方案的話 我跟我的團隊呢 會透過提供給你剛才這些東西 來幫助你打造一個月 差不多是15000美金的重複自動收入 ok 那我現在很快的解釋一下 剛才我所謂的這個App Funnel 這個App Funnel呢 等於是我跟我的團隊 會完全來幫你做所有的事情 對不對 我們來幫助你做這個廣告購買 然後引導進銷售流程 自動銷售流程 然後會有成交 賺的錢就自動打給你 對不對 你每個月 你如果有參與這個 你如果有這個 App Funnel的這個方案的話 你每個月呢 就會自動的在你的App Funnel收益這邊看到錢 ok 好 那 我很快解釋一下 如果說你要擁有這個App Funnel 這個最自動的重複自動收入的話 那 你是必須要是這個 倍數方案 一年支付 或者是急速方案一年支付 我們才會幫你做這個 剛才這第五個App Funnel 那你如果是參加 這個一般速度 不管是一個月或一年 或者是倍數每個月付 或者急速每個月付 你都只有剛才這四個 這四個服務 ok 那第五個服務 App Funnel 完全 就是完全自動的這種 收入的這個 銷售流程的話 這個是必須要是 倍數方案一年支付 或者是急速方案一年支付 ok 那不管你是加入哪一個方案 我們都有零風險保證 就是你加入進來之後呢 只要你真的有按照我們方法做 或者說你加入這兩個 這個是我們會幫你操作 那如果說你沒有達到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這個 每個月重複自動收入的話 那我們就全都退款 ok 所以我們這個是有零風險保證 好 所以呢 你如果也希望 趕快 建立起你自己的 重複自動 重複自動收入系統 然後有一大堆的這個 額目呢 然後 有這個 自動收入流程 然後 有這個平台 自動收入平台 跟傳媒 可以幫你每天每個月自動賺錢的話 那 你就趕快加入這個互聯網加 重複自動收入系統 ok 那這個重複自動收入系統 我們是隨時都會漲價 所以你 最好 你如果想要 把握目前的這個價位的話 最好趕快加入 因為 你如果加入 那這個 價錢就會鎖定了 那 以後我們漲價 你還可以繼續的 擁有 這樣子的價錢 ok 因為我們隨時都有可能會漲價 ok 好 那最後呢 我很快給你一下我的聯繫方式 我希望可以變成一輩子的朋友 然後變成一輩子的夥伴 如果你加入這個互聯網加重複自動收入系統 我們就會變成一輩子的朋友跟夥伴 ok so 那這個是我的Facebook Facebook 這是我的微信 微信二維碼 這是我的LINE 這是我的LINE 這是我的LINE的二維碼 這是我的Google Plus 這是我們公司的客服信箱 ok 好 好 那在這個頁面下面呢 你就會看到 有一個鏈接 你可以趕快的加入這個互聯網加重複自動收入系統 那你很快的就會開始擁有一大批的人 一大批的客戶 每個月固定付你錢 這個我們都會協助你 我們都會幫助你 ok 好 那我這個短片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 謝謝